三界轮回 君属虚幻 一念善会上去 一念恶会下去 菩萨是无碍的 所以菩萨不会去入 也就是菩萨不会加入其中 什么境界都会得到解脱 就是只有当你不去入 不对这三界从有想法 你才会什么样的境界都能解脱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见解是一切无碍 如果每人在见解上 对某一事情认知没有障碍 就会事事顺利无碍 也就无对立故 师父还说 要做到无知无碍 当你脑子里真正破除了这些杂念 就不会有障碍了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感恩菩萨慈悲保佑 我的恭敬流是良性的 手术很顺利 并快速恢复 2022年 我57岁 幸遇到我们书上的心灵法门 于是我2022年9月份开始念经 记得小时候 算命先生给我算到59岁就没有下文了 其实2022年10月 我无意做了一个身体检查 发现自己患了H18 就是子宫瘤 刚开始只是吃药 吃了半年以后再去复查 医生说一定手术 于是师兄教我运用三大法宝来化解 于是我许愿如下 许108张小房子 放生1200条鱼和100只甲鱼 康复后现身说法 第一次做的是追切手术 想到手术刚开始还挺曲折的 后来 菩萨妈妈慈悲安排在农历8月初一手术 很庆幸 手术很成功 同时更庆幸子宫肌瘤还是良性的 后来又做了子宫切除手术 当天 师兄们非常的慈悲 帮我助念大悲咒 于是我又许愿如下 念108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放生1200条鱼 赚部分功德 这次手术也很成功 都是菩萨妈妈保佑让我少受罪 子宫切除手术的那一天 是早上7点50进的手术室 直到下午2点才出手术室 手术完 医生轻轻拍打我 醒来我嘴里还在念着大悲咒 一直到过了麻药期 我都没有感觉到疼痛 这就是菩萨慈悲保佑啊 如果没有菩萨保佑 真的不敢想象 因为我出了手术室之后 感觉全身都发热 从头热到脚底 我知道这就是菩萨 在加持保佑我 术后我恢复得很快 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走路 甚至医生也觉得惊奇 说我恢复得很好 比手术前的脸色都红润 在师兄们的不断开导下 我克服种种困难 我终于在中秋节当天 许下大愿力 终生吃全素了 师兄们虽然不是一家人 胜过一家人 在住院期间 怕我吃不上素食 主动给我带素食 还带的补品 心中无比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有那么多的师兄来帮助我 他们都是人间菩萨呀 我也知道这一切 都是菩萨在考验我呀 无比感恩师兄们的帮助与开导 我就这样坚持下来了 我现在出院了 已经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我身体恢复得很好 所以我要赶紧现身说法 请师兄们一定要坚信有菩萨在 大家也要引以为戒 不要等到业障爆发再来修啊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观世音菩萨保佑 我的胆结石不见了 我前几年得了胆结石 虽然不太大 但我不想做手术 我用了很多办法 都没见效 纹丝不动 为此我很苦恼 今年五月份 我接触到了心灵法门 我开始学习念经 念书之后 就开始念小房子 我每次念 礼佛大畅伟文都求菩萨 消除我的肝胆上的业障 我念了五六百张小房子 放生或托人放生 一百五十多条鱼 昨天去取体检报告 发现胆结石不见了 我真是太惊喜了 我一直相信 观世音菩萨非常灵业 但没想到这么快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 不如法之处 请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 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新年师父开示极紧 春节期间其他注意事项 借钱是否最好在大年初一前还清 摘子卢台长开始解答来信疑惑 二百八十八 问 年前借的钱 是过完元宵还钱 还是过完年初一 还是什么时候都可以还 答 最好早点还 过去说欠债不过年 还清账目心底宽 我下一年就不会欠别人钱了 过年期间不送烟酒更好 摘子2013年2月8日 悬疑问答节目 大家都喜欢过年要送一些烟酒啊 那我们现在学习修心了 知道这个要五届 那是不是这个送酒给人家喝也是不好 那你把酒 你作为一个礼品 你不要觉得把这个人喝酒的 那你给他送酒就送了 实际上呢 你只要心不动 那你的意义呢 就不会有乱 如果你说你能不送酒 那是更好 感菩萨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缘由愿来 缘分是由你的愿力所来的 愿力大 你的善缘就自然具足了 所以能绝他人之诈 不情于言 如能受人之辱 无动于色 佛道成敬意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放